兄弟姐妹们,终于摆脱管理员的控制了 让我们开心来吧 你们六个陪我停下 站住,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管理员手下溜墙,这怎么回事呀 简直胡闹,他们私自离家出走跑到淡仔岛上 而且竟然在没有淡仔驾照的情况下 随意使用载具,我必须惩罚他们 管理员,消消气,世出必有烟,他们肯定不是故意的,对吧 是的,我们生活在披肩的小庄园 平常不被需要的时候,就只能每天晒晒太阳聊聊天 这实在是太无聊了,我们也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所以,就密谋着偷摸跑到淡仔岛 你看管理员,有小吃也是有苦衷的 你就原谅他们吧 离家出走我可以原谅,但是淡仔岛的规矩不能破 他们在没有淡仔驾照的情况下使用载具 所以还是要接受惩罚 那个管理员,他们哪知道什么规矩啊 这样,你把你小吃交给我啊,我负责手把手交他们考驾照,怎么样 好,看在辉哥的面子上,就放你们一马 不过丑话说在前,没有成功拿到驾照,依然要被关禁地 欢迎来到科目三路考,你即将开始道路安全测试 戴小华,就从你先开始吧 上车前环绕四周,观察是否安全 第一项,夜间模拟灯光 夜间在照明良好的道路行驶 这个我知道,使用近光灯 夜间照明不良条件下行驶 眼光灯 夜间雨机动车会车 近光灯 不错不错啊,现在开始第二项起步 请起步 先打左转向,然后再起动车辆 如此可较言,继续笑一笑 考生请注意,现在请开始向左边道 依然是打左转向灯,观察后方是否有车辆 前方进入学校区域 轻点刹车,减速慢行 不是,搞了半天,你还真会可以啊 但要我这个教练还有啥用 前方观察红绿灯,做一个遵纪手法的好弹仔 前方即将左转 转弯前先打转向灯 前方即将掉头 哎,慢点慢点,不要着急 观察路口是否安全 车身出现,扣100分,考试不合格 都怪你,在我旁边一直念叨 啊,怪我啦 大小粉,轮到你啦 考试不合格 下一位,下一位,大小黑你来 哎呦我天,没救了没救了 玉儿,你那什么情况 别提了,大小亮刚开始了 因为没有缓上车辆四周 直接扣出100分 大小绿,左转弯的时候压线 被扣出了100分 还要在小红羹里扣 直接看到马路牙子上啦 完了兄弟们,这该怎么办呀 你们六个,这下没什么好狡辩了吧 好,那就遵守咱们刚才的约定 跟我走吧 看在小伙伴们都很喜欢你们的份上 就从轻处理 嗨,等会儿管理员 要不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保证让他们通过考试